好了,上一段影片我們就簡單介紹了Limit的概念 我們今次這段影片就開始討論一下計數部分 在這個計數之前,我們首先要介紹一字叫Continuous Continuous這個字,你用回中文照著解,連續就可以了 Continuous 功能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證明Continuous這件事就不需要的 我們不需要證明一個功能是Continuous 但是問題是你也要知道什麼Continuous Continuous的意思就是如果它的Graph是不會斷開的話 我們就有Continuous功能 實際上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就說,如果我們找Limit extends to 3 fx的話 我們上次的影片也解釋過了 我們會討論什麼呢? 就是討論一下當你x的數值趨向3的時候 你的功能的數值是會怎樣移動的 那你會見到就是這個功能的數值就會出向4 那很明顯你的答案就是4 然後當你計算F3是什麼 那F3呢? 就代上去就是3加1,也就是等於4 那就是說,我們發現了這兩個數字是一樣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發現原來Limit extends to 3 fx 就是F3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就是如果你的功能 是Continuous在某一個位置 那這個要留意了 Continuous在某一個位置,這個比較複雜的概念 那我們不說很複雜 那我們剛才上一段影片有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你去線 你去到某一個位置斷開了 那這種情況呢,我們說它這個功能 就會在這個位置是Discontinuous的 我們說Log Continuous在這個位置 它斷開了 那但是呢,它在其他位置 我們都是會Continuous的 那當然,如果我們說Continuous的功能 就是指整個圖都是完全沒有斷開的位置 那但是問題你要明白就是 Continuous原來可以整個功能這樣看 又或者只是看某一個位置 那當然看某一個位置 這件事就不是我們的Cinhibus討論範圍 那你至少知道有什麼事情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的功能 在某一個位置是Continuous 那你計算Limit的時候就很簡單了 直接量度下去就可以了 那以下我們會做很多例子 去講一下如何找Limit的 有不同的方法 那這些方法其實有時候都是靠記的 那當然你第一次看的時候 你會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 下次做到自己做的時候 就背了這個方法 那差不多開始了 好了,來到計算之前 就首先介紹一下Property先 那你不需要刻意記的 要用一下,你自然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先解釋一下某些Property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第二句 第二句,我們說有個Kfx 那就可以把K抽出來的 那其實K是什麼呢 我們說K是一個Constant 這個Constant的重點是什麼呢 它是Independent Opx的 即是和X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抽Limit的Limit的時候 可以抽出來的 那待會做了一下你就明白的意思了 好,那第CDE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就是如果兩個功能 Fx和Gx分別都有一個Limit的時候 當X extends to A的時候 都有一個Limit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把Limit分開解 我們通常叫這個程式分開TickLimit 就是兩個功能拿出Limit出來 然後分開去計算 那第一句,你見我沒有解釋過的 那我稍後會說 說完第一句之前 我先說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做法 很多時候我們計算Limit的時候 我們都是會做一個Transform 就是把這個功能由Fx轉到Gx 為什麼要轉呢 就是我們發現兩個功能就是Limit是一樣的 但是Gx就是Continuous在X的A Continuous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先上一把子說的,可以代入 可以代入 可以代入 那你說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做兩個功能呢 就是用兩個功能同一個Limit是什麼意思呢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用回第一把字來做個例子 我們當時計算Limit的時候 Hence to 1 X2次-1 這個Limit有一個問題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你代入X是1的時候 這個位置的分母是Undefined的 那上次畫圖也畫過 它的圖就是零零射射在一個位置 是Discontinuous的 是不Continuous的 那這種情況 你沒有辦法去計算Limit的 但是上次也說過 好,如果你用我們Limit學過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把它變成 變成這個 Nimit X tends to 1 X加1 你變成了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現在這個功能 上次也說過 圖是一條直線 在一個位置 它都是Continuous的 那我前一畫子說過 如果一個功能是Continuous的話 你計Limit的時候 很容易計算的 你就這樣選出X是1 所以你知道這個情況 那個Limit就是2 我們說這兩個功能 雖然它們的樣子是有少少不同 Graph也有點不同 但是問題是它們是有同一個Limit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後面 就是下面打升的東西的idea 我們會不停地用這個概念去做 那 туда definition 我先說這部Te Republic 我其實我在呼應第一個 Table 就是Limit x tends to a k 是怎樣的呢 2 1就是一個功能 就是f next 如果你印象郭文質語 我們 sich在 dél 是我們會看到這個 Constant Constant Function,即是無論X代什麼數值都好,Y都是給你1 如果圖像化去說,它就應該是一條橫線,即是無論X的數值代什麼給我都好,Y都只會是1 在這種情況之下,當你X吹向1的時候,x吹向1的時候,就是這個位置,1的時候,很自然地 那你Function的數值當然都是吹向1,所以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說Limit X tends to 1,1就當然是等於1 那就是說,我們上面第一個開題說什麼,就是如果有一個Constant,你要取Limit的時候 你取Limit的時候,因為它跟X沒有關係,它是一個Constant 那即是Limit的時候,你就照樣抄回Constant去,那就行了 好了,部分B,部分B就是計Limit,你計Limit的時候,永遠都是想一件事 就是它是不是Continuous,如果它是Continuous,就可以代下去 那什麼情況會導致你不Continuous呢? 例如,好像這些情況,什麼情況會導致你不Continuous呢? 最容易發生的情況就是那個墳墓那裡 因為那個墳墓,如果這麼巧,2X加1等於0,那你就會不Divided 所以我們每一次做Limit的題目的時候,我們都會很關心就是那個墳墓是否0 其實我們會關心,一個人的Limit的時候,那個墳墓是否有機會等於0 如果墳墓不會等於0,那你基本上就是Continuous 那Continuous就最好,代下去,好像這條一樣,你代X是-1下去,墳墓是2乘1加1 那就是說,是等於這個負1,那就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情況,你計Limit的時候,就是負1的2次方加8,over2乘負1加1 所以,就是負9,那就做完了 好了,那這個第四部分,就剛才已經解釋過了,那我也不染其煩再說一次 那就是,我們說,因為這個問題就是,你看到X-1,現在的情況就是當X-1的時候 X-1等於0,那即是說什麼意思呢? 即是告訴你,它是Discontinuous X-1,我們就會透過我們algebra的技巧,把它寫成為Limit Extensive 1 X加1,那所以做什麼就是1加1等於2,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這部分,很多時候,你會發現後面很多條題目都是同一個情況處理的 那例如,我再做一個,做多一點的例子 那例如,D Part D Part D Part,你也看到就是,你一代下去,發現是有問題的 你代到X-1下去,發現分會是等於0 那這種情況如何處理呢? 那就可以用你學過的東西,Factorization 那麼,把它拆成X加1乘X加2 分母就可以拆成X加1乘2X-1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X加1弱了,而X加1本身就是導致你的分母等於0的圓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你約了它,就變成了Limit Extensive 2-1 X加2乘2X-1 那,就好了,Continuous 那麼,就是-1加2,乘2乘2乘1-1 那最後,就會計算得到,是等於-3分之1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再下來了,其實這部分,這題目全部都是靠你一些Factorization 那麼,E Part,希望你記得,這個是你Form 3第一課學的 那麼,我們又是叫做A3次加B3次,第一是A加B 乘A2次-AB,所以就是3X 再加B2次,就是9 那麼,overX加3 就好了,輕鬆弱了它 那麼,就可以量下去了 -32次-3乘-3乘-3加9 最後呢,計算得到呢,就等於27 其實一部分,這部分全部都是這樣做的 那麼,再下來了 那麼,再下來了 那麼,F和G Part都是同一個概念 那麼,我就... 我就不講太多了 那麼,希望你自己可以做到 那麼,應該問題不大 那麼,我們看看到第四條了 那麼,第四條呢,就是有另一個情況 另一類的題目 那麼,另一類的題目 那麼,我們要怎樣做呢 就是處理根號 第四條呢,我們全部例子都會發現 全部都有根號 那麼,我們處理根號的時候 要怎樣處理呢? 那麼,我們有一個統一的做法 那麼,我們要來第四條,部分A 那麼,你看到一個重心 就是在X-2 因為你開方4是等於2 那麼,2當然是0 那麼,一份會又0 那麼,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永遠記住 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要處理根號 我們永遠一條式的 就是我們記住 就是開方A加開方B 乘開方A減開方B 等於開方A 2次減開方B 2次等於A減B 這個過程呢 就是我們用來 remove這個根號的做法 就是我們永遠都記住 其實這個情況有點像什麼呢? 就是像這個 你做Compress number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個 就是A加Bi A減Bi 去做一個i 其實是一樣的 你做了根號和做了i一樣 因為你二次方就沒有了根號 那麼,所以我們就會 它凡是二次方就會用這個 上下成同一塊東西的方法去處理 即是像A這樣 我們就會 有根號 我們就會上下 去成這個 開方X加2 over開方X加2 好處是什麼? 你一做完的時候 今次 你的 這個 分母 就會變成 就是 x-4 這裏就會弱了 當然你記住 不要留下 開方X加2 抄下來 所以 就要再成為開方X加2 但最重要就是 最邪惡的東西 弄走了 那就剩下開方X加2 所以就是開方4加2 即是 4 那就是這一種題目的做法 再下 做多一個例子 我直接做一個 複雜一點的例子 我做C part的例子 C part 你也可以看到 開方X2加2 加開方3 反正你見到 開方A加開方B 你就成為開方A加開方B 即是說 這個情況 我需要做的 就是 上下 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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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上面X加1 下面就變成X2次加2 再減3 X2次減1 再成這個 開方X2次加2 加開方3 當然這步驟 你也要學習一下 就可以重選 這個我們已經做過多次了 X2次減1 是等於這個 X加1 所以下一步就是 Limut x tends to -1 開方X2次加2 加開方3 over X減1 那就可以 直接去 選擇Limut 選擇Limut之後 你會發現 應該是-1的2次方 加2 加開方3 over -1 1-1 最後應該是 計算到 是等於這個 負開方3 那就是這麼簡單 你會發現 其實好幾個題目都是這樣做的 基本上你會看到 開方 減開方 你只處理了它 這是經驗之談 就是你做下去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樣做 例如part B 你知道 你一定是成開方X加7 加3 over 開方X加7加3 加3 那只要你做對了的話 其實你最後就會幫你 弱了一些 剔不到這些地方 的 同樣道理 part D 也是 我們需要成的 就是開方X加3 加2 over 開方X加3 加2 成完之後 做對了 那些計算運算的東西 應該就可以約到 你最不想看到的東西 好了 那再下 看看個例子 最後一個例子 其實同一個情況 如果你發現有兩塊 怎麼辦呢 分子分母都有跟好的 那就很簡單 一人乘一個 即是說 今次 我就要成兩塊 前面我照抄先 前面我成兩塊 即是我成第一塊 就處理了分子的根號 先 開方X加2 加2 over 開方X加2 加2 再去成多塊 處理分母 即是開方2X加5 加3 開方2X加5 加3 下一步 那你想一下 約完之後會剩下什麼 首先分子這兩塊成的時候 就應該變成 X加2 就減4 X加2 就減4 所以下一步 應該變成 X減2 同樣就好 下面有一塊 遠一點點 處理了的時候 應該是2X加5 就減9 2X加5 就減9 記住不是減3 是減9 而是2次方 2X加5 減9 就是2X減4 2X減4 再去成 就是剩下的東西 那你應該分子 就剩下一個 開方2X加5加3 分母就剩下一個 開方X加2 加2 還有你也看到 這部分很明顯地 2X減4 就變成2X減2 所以下一步 就應該是 X減2 應該剩下2分之1 那就變成 開方2X加5 其實這些步驟 你也要學會一下 去簡略 因為不然你寫那麼多 你做一段隙物 都可以做整個反子 做了這部分 都變成了 終於變成了 這個開方 9加3 超過開方 4加2 最後有3超過4 其實不太難 做得多 記住的方法就可以了 這部分我們記住的技術 就是永遠都是 你見到開方 減開方 就成開方加開方 你見到開方加開方 就成開方減開方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然後到 part C 就介紹什麼叫 composive function Y為FU U為GX Y等於FGX就是composive function 什麼來的呢 其實Coremax有類似的東西說過的 例如part A fx是x2次加1 gx是2x 那什麼是FGX呢 FGX就是 其實簡單說 FGX 就是F2X 那什麼是F2X Coremax都學過了 就把x replace y2x 我們是replace x by2x 所以下一步 你就會變成了 2x的2次方加1 即是4x2次方加1 好了 再下 那 part B 那什麼是FGX Fx是x3次加2x gx是x加1 我沒有簡單 FGX 即是F x加1 那是什麼呢 即是x加1的3次 加2x加2x加1 讀M2 這個應該拔色得爆了 白浪秒 2x3次加3x2次加3x2次加3x加1加2x加2 那1331這些其實應該背了 因為這些都是常用的 3次加3x2次加5x加3 那就做完了 好了 其實講Composive Function做什麼呢 就是想講講Limages of Composive Function 那我剛才介紹了Composive Function 其實想講什麼呢 就是想講Composive Function是怎樣拔色的 那我們說如果有一個功能 你知道當x加2A的時候 是等於M 而且Fx是Continuous x的M 那當然這個你不用剩下的 你假設它是Continuous 可以的 那你就說 Limages of FGX 就好像把Limages of FGX 塞進去 然後 你知道就是Limages of FGX 就是Limages of FGX GX是有一個數值的 就是M 所以你就量下去 所以這個就變成M 那 因為F是Continuous 所以Limages of FGX 所以Limages of FGX 所以Limages of FGX 講的好像很難明白 做兩個簡單例子 那例如下面的例子就是 Fx是x3次-2 Gx是開方x加1 那要找FGX 那其實 當Xtends to 3的時候 的FGX是多少 那其實你這樣想 什麼是FGX呢 就是 就是 開方x加1 的3次方 減2 那但是我們說 因為你知道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Limages of FGX Xtends to 3的時候 GX應該是等於開方3加1 即是2 而我們也知道 這個情況之下 x對3的時候 它是Continuous的 它是Continuous 這個x等於3 那兩件事加起來 就知道你計Limages of FGX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 將這個三代 變成開方3加1 的3次方 減2 即是8減2 即是6 就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Continuous 你不需要正的 你知道它是 你假設它是 就行的 因為我們可以做的 在Cinibus上 我們不需要判斷 它是Continuous 那再做多例子 FX是X的100次方 GX是開方X減2 那找FGX 那即是 當Xtends to 9 就是FGX 那即是當Limages of Xtends to 9的時候 就是開方X減2的100次方 然後將9代入去 即是開方3減2的100次方 sorry 開方9減2 的100次方 開方9是3 那即是1 1的100次方 答案就是1 那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部分 我們就簡單介紹了 這部分是怎樣計算 那就是其中一個情況 Composive Function 另一個情況就是 如果你看到一個墳墓 會令到Discontinuous 通常我們都是用一些 LGB的方法 做Factorization 就可以把它 約減 通常有問題的墳墓 都會在你做對Factorization之間 可以約減成功 變成一個Composive Function 就可以代數值下去 那就是不簡單 那就是不簡單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 的話就可以再做一下 一些題目 因為我們Logs的題目 都不算太多 但其實你做得多 你會發現原來條件都是這樣做的 但不要緊要 做熟它 那之後呢 下一段片 就會再講另一個Session 的東西 那我先講到這裡 我覺得會不會有功能 很好奇 有嗎 有一點都可以